近日,有媒体拍到陆寒关小彤深夜身着情侣装从女方家走出,在等车间隙关小彤嘟嘴疑似向陆寒所吻,最后直接撒娇求报道,只见关小彤一直紧紧搂住陆寒不松手,期间不断嘟嘴卖蒙疑似向陆寒所吻,靠在陆寒肩头蹭来蹭去,最后直接求报,随后一行人上车离开,陆寒关小彤将有人送走后,一起回到陆寒家,疑似同居。 陆寒在微博十月无预警认爱小七岁女星关小彤,在粉丝圈引发轩然大波,即便有不少骂声,依旧勇敢去爱。 自从这一讯息出来以后,最被热议的还是迪丽热巴,好像热巴就无情地打脸。 本来大家以为陆寒和热巴才是天生的一对,毕竟之前很多节目的时候,热巴是非常力挺陆寒,陆寒在节目中也是青睐热巴,两人一直是大家默认的对象。 据了解关小彤这边表示很不能理解,关小彤在节目当中说出,为了陆寒我可以休学,请你们不要把热巴拉进来,请你们尊重我们。 热巴是个好女孩子,不要诽谤我们。 这样公开袒护自己的恋情也是一个性情中人。 小编也觉得,恋情是好事,给他们一个私人的空间或许才是娱乐圈应该有的态度。